那另外一個蘇紫雲告訴大家 這個系統不只是保不保護的問題 它有一個高度的指標含義 為什麼呢 它是挪威跟美國共同研發 那在烏克蘭戰場當中 烏克蘭也在使用 那還有綠營說 在烏克蘭戰場上發揮了 傑出的功能 所以說這是不是代表北約伸手 或是北約對台灣釋出更多的善意 北約對台灣釋善意 大家覺得是善意嗎 那川普大家知道 對於北約的態度對不對 川普在的時候 北約根本就是涼了嘛 那當然另一頭它也是雷神的 雷神現在是個敏感詞句對不對 一講到這個雷神 大家就想到之前的福報價格 要A台灣等等 它是美國告訴台灣的 所以美國國安合作局 還發這個新聞稿件特別強調 說這個賣的主承包商 雖然是雷神 但是這一次呢 跟先前那個非法福報價格的 賠償無關 他沒寫這句我還沒想多 他寫這句我就想得多一點 所以帥將軍怎麼看 這個事根本不值一提了 那兩個雷達又怎樣了 你保護不了台灣嘛 對不對 你只是說我看得遠一點 看得清楚一點 但是這個大軍作戰 這種東西沒有什麼分量 關鍵是川普 川普是兩種角色 一個是強盜 一個是騙子 強盜呢 譬如說台灣的台積電 活活搶去了嘛 還要你自己出錢去搬 強盜自己搶東西自己拿 他要你 拜登說50億美人的補助 也沒有啦 對 他說不用補助啊 只要關稅提高就好了 對德國的汽車品牌 不是用搶嗎 對保護費那叫騙啊 因為我們會算啊 你能拿什麼東西來保護台灣 你沒有能力保護台灣 你要我們的保護費不是騙嗎 第二個 我再講 川普是個商人 他可以兩邊收錢 台灣的保護費交了 跟大陸也可以交要一筆錢嘛 大陸反正手上 美國的外在很多 他要一部分回去啊 商人是美國great again 再次偉大最快的方法 就是一大筆錢先弄進來 就好 我們講 他會不會這樣做 他把台灣丟掉 他有什麼損失啊 他自己的島鏈 都已經到二三島鏈後面去了 第一島鏈本來就是 名存實亡的東西 那是做樣子的一個東西 他把台灣賣了 台灣在美國的投資 台灣的這個外匯存底 中國大陸的外在 他可是撈一大筆啊 他怕什麼 晶片台積電已經搬去了啊 對不對 又可以抵制中國大陸 又可以美國生產 所以他才是一本三立啊 你要在那商人角度來算 他一當選這兩三筆大錢 收到手上 是不是讓他金融上更好看 對不對 台灣沒有被保護 你只有跟對方和談了嘛 可能不會動刀兵啦 因為賴清德沒有奶媽啦 沒有保護的可以依賴啦 那可能不需要打仗 可能問題就結束了嘛 台灣被賣不見得是個壞事啊 你要這樣想啊 因為你現在非逼得要去 兩岸去按拼一下 美國那個保護又不可靠 對不對 台灣跟洋女一樣就被賣掉了 賣掉你有能力自我保護嗎 我們要買的主戰兵力 飛機飛機沒來 有啦 那什麼事有短程飛彈 跟你講 我安慰你的 你不要安慰 我們自己搞了一輩子軍事 算盤算得很清楚 他告訴你這個很重要 就是代表北約也開始挺你了 這個不就是在那裡說夢話嗎 北約會參加台灣的戰爭嗎 北約會免費送你嗎 這也是買的啊 對不對 這個民進黨真是 只要逮到一點點就說 你看北約也同情我們 日本也有事 川普還要跟北約國家算賬 對吧 他也要跟北約國家要錢 北約國家自己現在 都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俄屋戰爭打到現在 北約感覺到岌岌可危啊 因為烏冬整個拿下來 你怎麼知道普丁沒有野心 去搞別的啊 他們一天到晚害怕的就是這個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北約他們要搞演習 北約要部署兵力 北約要建置飛彈的這個防護系統 對不對 北約也是被俄歐戰爭消耗的差不多 你算一算啊 烏克蘭接受美金的 美元的金額跟歐盟給的金額 歐盟給的比較多 而且美國給的金額 他們川普自己講的 拜登自己講的 那個錢不是給烏克蘭 是給自己的軍火商 然後再用這個軍火商的武器 就弄到烏克蘭 烏克蘭欠了一屁股債 烏克蘭的農地 都賣給美國商人了 烏克蘭的國有的港口 鐵路 飛機 連電網 通通已經被美國人買了 烏克蘭等於是亡國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看事情看不清楚 我覺得川普啊 他絕對會亂搞一通的 所以我還是問一下這個帥將軍 所以川普如果回歸這個白宮的話 這個台海這四年會如何 驚濤駭浪嗎 這問題就是說 中國要不要打你對不對 但是他不 宣稱不賣不保護台灣 是什麼結果 大家自己想一想嘛 有兩個一個是最壞的 就是老共打過來 一個呢 台灣現在撐不住的話 跟老共去談判 我總覺得打過來是台灣老兵 最大的傷害 一動刀兵沒有好戰場的 沒有好事了 戰爭沒有贏家的 你看烏克蘭 歐盟哪個得利的 只有美國得利嘛 只有美國的 美國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商人 偏偏又碰到一個最 不繳稅 而且最奸詐的一個商人 當總統 你想想看 他的這些怪招 你怎麼對付 台灣把保護費繳了 我們精打細算算了半天 你怎麼保護台灣 原水救不了近火啊 所以繳了錢也沒辦法 對不對 錢你也繳去了 前面我們繳的錢 還沒有交貨 那又是一大筆 再繳一筆 台灣的GDP 10% 我們政府不要運作了 所有的錢都繳過去了 我們國家總收入一半過去了 那台灣怎麼混啊 對不對 你繳不繳 我跟你講明天一定會繳 繳的錢買的是什麼 最近不是有批 買的是個空的 對 有批裝備說發煤嘛 美方也承認說會檢討 那個都小事了 那個都不是關鍵的 5G一樣都沒來嘛 我們買F16的錢繳了多久了 一架都沒來啊 而且來了也沒用啊 跑到一炸了 也就放在機庫給人家接收了 所以我們真是 陪了富人又責兵 被賣了還不知道 比到緬甸被詐騙巨蛋騙去的 那個還不如 被賣了還感謝他了 對啊 被賣還感謝他 覺得說真正是在保護台灣 所以帥陽軍今天的造句就 這個一句話就講清楚了嘛 繳了錢也沒有能力保護我們